Hello 我是Angie 我本身之前做Digital Marketing 但因為有上班 沒下班 經常搞到時間很忙 我經常用了我自己的 像全日的時間幫我老闆 為什麼我要靠我雙手成為我老闆的夢想 不是靠我雙手成為我自己的夢想 所以我走出來創業 我創了一個什麼創業呢 我是賣酒的 我是賣法國酒 其實有些人可能問我 為什麼會專門選法國酒 為什麼不是加拿大酒 不是澳洲酒 其實有原因的 我公司為什麼會選擇了法國酒 因為法國是一個很浪漫的國家 很多女生都很多幻想 小時候看童話故事看得多 對於城堡 對於公主 對於浪漫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所以就選擇了法國這個地方 而法國很多酒的酒莊都是城堡 所以就選擇了這樣去創業 我只是一個初創的小公司 本身是我有個整條路很崎嶇的 我本身仍是打印工的時候 都已經在想 我一輩子都是這樣 不是辦法的 為什麼用了我自己的所有時間 去幫我老闆做這麼多事情 而回報是不成正比呢 我就覺得我要找些事情做 剛巧我有個中學的同學找我 我中學同學說 不如我們試試找些事情做 不如我們創業吧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 我自己也有嘗試過在網絡店 但當時專注學業的時候 就停了 我就在想 我們可以繼續去開發我本身的網絡店 我本身跟朋友打算做一些韓國的好女生 很可愛的 一些韓風的飾物 衣服 本身是打算這樣 但是 都給我一個分析了 他經常看一看 動或者太極都不動 然後有時候還要 他幫我找的貨 我們說的溝通上不是那麼溝通得到 然後就開始各自一國發展了 反正我KR都拿了 我就想想做些什麼 剛巧我認識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 上了他的家 喝了一瓶酒 開了一瓶加拿大的酒 然後那瓶是超好喝 雖然我現在找不到一瓶酒 那瓶就是超好喝 我就開始喝多了不同的酒 認識多了不同賣酒的人 從中就發覺 其實這樣也可以是一門生意戶 然後就自己開始了發展買酒這方面 這個疫情期間有沒有影響我的生意呢 其實我在疫情期間創熱的 其實對我的影響 是一個好的正面方面的影響來的 因為以前的人就會出街喝酒 去餐廳 去酒吧 但是現在多了人留在家 多了網上消費 我自己買東西 我都改變了我的消費模式 都變了用手機 賣了東西 所以就多了人網上買酒 然後送到她去她家 她在家裡喝酒 朋友的聚會 或者一些家庭小聚會 都會找到我 所以其實疫情對我來說 是一個有正面的影響 但我相信 網上買東西都是一個將來的方向 即使疫情完了之後 我相信網上購物都影響不大 其實有一次很搞笑 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一個辦公室 有一次我們約了幾個朋友 去到一個小聚會 我就帶了一支酒過去 然後那些是 紅酒白酒 其實這些都算是葡萄酒 其實葡萄酒 配Almond 有些人會身體不適 身體不適的時候 有機會會吐 不是種種食物都可以配到葡萄酒來喝 然後那次好笑 我問有沒有什麼吃 我們可以一起去配一支酒 一起去喝一邊吃 然後我朋友突然拿了一包Almond出來 然後另外那個朋友拿出來吃 他問配酒有沒有問題 他本身不是我有沒有問題 他問我Almond配酒 是否一個好的配搭 然後我跟他說 沒事的 最多是吐 喝醉也是吐 然後我跟他說 沒事的 然後我們都可以吃 但這些不是每個人都不適宜去吃 我們起碼我們幾個人都沒有牛心 榴槤也是不適宜配葡萄酒 也是會引致一些身體不適 所以其實真的不要亂吃東西 你還是要看清楚 這隻食物是否可以配酒 那才好去吃 真的不可以亂吃 休息多久 什麼時候才適宜喝 其實這支酒都不同 雜角酒其實有Shantane 紅酒白酒 我主要買這三種 主要紅酒才要休息 但是這支酒都不同 有些年份久一點 可能會有些渣在底 你記得一定要打凍放它 你不一定要這樣打凍 但千萬不要打橫 要不然那些紅酒汁 那些叫什麼 提子渣 你就會吃掉了 最好就凍起它 有些斜著的酒 也可以這樣凍 主要都要令提子渣沉底 要不然你就會整件事很難喝了 呼氣之間都不同 有些可能休息15分鐘 有些可能休息半小時去喝 這支酒都不同 你要看到時你買哪支酒 如果找我買酒 當然你明白我 我告訴你 有些不是法國的酒 有些人會說是香檳 這個我不理解 因為香檳其實是法國的一個地區 在那個區種的提子 那裡種的提子 去釀的酒就是香檳 有些不是法國的 我又不太明白了 其實有個國王路易十六 最後一個被送上斷頭台的國王 和他的皇后馬麗王后 他們有一個故事 很多不同關於馬麗王后的故事 其中一個故事是說酒的 其實馬麗王后是來自法國上兵區 他的爸爸就是種了提子的一個龍夫 他也是深得上兵區的人民的外帶 亦是很有親和力 他嫁給國王之後 有一天要離開 因為國王要被送上斷頭台 馬麗王后同樣要被送上斷頭台 何時他走到上斷頭台的時候 最終都是被捕了 他臨上斷頭台之前 亦都開了一些上斷來飲 有些人說 其實上斷不是慶祝的嗎 的確很多人會拿上斷來慶祝 開的時候的打一聲 就是一個慶祝 一個典禮的開始 所以就會有上斷的打一聲 至於皇后他上斷頭台那天 他是慢慢開酒 讓他洩氣 然後是沒有氣 亦都沒有啃一聲 這樣開了一些酒 所以從那天開始 就是一個禮儀出來了 其實是香檳有兩種飲法 你慶祝的時候 你不是可以搖它 你不是可以啃到啃一聲 哼不啃到那些氣 很開心 但另一個 就是你其實不是慶祝的情況 你也可以喝酒 也可以喝香檳 但是你慢慢開 讓氣慢慢放出來 然後是沒有聲音的開 其實香檳有兩種不同的 其實我發現原來很多朋友都很喜歡喝酒 我自己做了酒這門生意之後 我就多了跟朋友分享一些酒 我有時可能帶酒去跟朋友喝 有時有些聚集 但原來現在都不少人家喝酒 現在多了一些手工啤 香港本地的手工啤 也有不同地方來的酒 好像一開始這樣說過 我第一次為何接觸酒這件事 為何接觸葡萄酒 就是我在朋友家開了一支加拿大的白酒 我的朋友主要都很多喝啤酒 我不知道為何很多人都喜歡喝啤酒 然後再聊聊聊 原來他們都想嘗試接觸葡萄酒 我會介紹一些法國的酒給他們去嘗試 有些酒很容易入口 是為新售飲的 為何為新售飲呢 你喝了都不比酒 但當然有酒精 那些很容易入口 有些會有果香味 有些有花香味 女士會比較喜歡 而且白酒和紅酒 都越來越多人開始接受 很開心今天即場marketplace crossover MMOW MMOW是我公司的名字 我是Angie 大家可以留言 或者分享和Like 下次再見 拜拜